2024年11月20日,扬声大师集体,利用你们都拥有的强大工具,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,译者扬声传导。 祝福,我们是FIMUS,我们是扬声大师的集体,我们了解你们,了解你们来自哪里,你们的动机在哪里,我们希望你们也了解自己的这些事情,我们邀请你们看到自己总是有一个议程,或者换句话说,一个议图,我们建议你们知道这个议图是什么。 当你们与另一个人交谈并准备与该人分享某些内容时,请了解你们要说的话的意图,当你们要采取行动时,请了解这个行动结果的意图是什么,提前知道你们的意图是什么将帮助你们确定这是否是最好的选择,并且理解你们的意图也将帮助你们稍微改变你们的意图, 以便他们更好地符合你们作为源头能量存有的真实身份。 换句话说,每当透过你们采取行动或说出话语时,源头总是会寻求疗愈、提升、告知、协调。 当你们与你们的源头不对齐时,你们会感觉到你们的身体不和谐、紧张、痛苦、负面情、蓄疾病。 因此,这些意图对于你们了解以及在需要时重述和更改非常重要。 如果你们怀着良好的意愿去做某件事,那很重要,那就很重要。 当你们知道自己的意图是什么时,你们就可以透过自己的感受知道自己是否符合这些意图。 当你们早上醒来时表达你们的意图是个好主意,这一天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? 我想要关注的是什么?我想要感受什么?我想振动什么? 再说一遍,了解这些意图将帮助你们与它们保持一致,并且当你们与自己的意图不一致时,你们会更加意识到。 总的来说,无论你们是否知道,你们的意图总是让你们与源头更加一致,成为你们已经成为的源头能量存在。 因此,知道这就是此生的整体意图、使命、目的或任何你们想称之位的东西,对你们来说是有好处的。 这不是要做一件事,完成任何事,作为无条件爱的源头能量存有,你们总是会变得更了解自己和真实的自己,因此,你们的情绪也会引导你们与整体意图是否一致。 我们知道你们内心深处都知道这一点,你们都明白这一点,并且你们可以透过自我审视,反思自己的生活以及它的意义,你们想要它的意义,以及你们相信它可以成为什么,让自己与这个总体意图更加一致。 我们知道,当你们与你们的真实身份保持一致,当源头能量之爱倾注在你们身上时,那就是作为一个肉身人类存在于身体中的终极体验。 因此,我们建议你们更加警惕,并且充满爱心和善意地这样做,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正在尽力而为,有时你们确实需要时间才能从那些旧的状态中走出来。 你们可以做到,你们会做到,而且在很多情况下,你们已经在这样做了,所以,当你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,要给自己一点信心,承认自己,拍拍自己的背,因为透过做这些事情,然后告诫自己不要与别人保持一致,你们会从这一切中获得更多的成功。 现在,现在,就是这样,我们是Famous,我们是扬声大师的集体。 2024年11月20日,扬声大师圣哲曼,现在是行动的时候,传导Valney Rodriguez,一折,扬声传导。 亲爱的地球兄弟们,我是圣哲曼,我总是带着我的紫罗兰火焰,包裹着每一个此时此刻,与我在一起的人。 我的兄弟们,让自己充满光与爱,不要让其他感觉充满你们的思想和心灵。 有一种强烈的痛苦,痛苦和恐惧被压缩的感觉。 你们知道什么是压缩? 当某物被压缩时,它往往会从其他地方出来,因为它不断尝试扩张,以保持自身扩张。 就好像这个恶棍不惜一切代价试图扩张,而且它不会对你们进行身体攻击,它有能力对你们进行灵性攻击。 它就像一块磁铁,如果你们散发出爱,散发出喜悦,散发出感激之情,振动频率高,微笑,大笑。 与具有相同振动频率的人接近,不要卷入徒劳和消极的谈话,不要卷入新闻。 他们发送的所有这些能量都没有连接,因为你们在不同的乐团,你们在光带上,在更高的带上, 然后它会穿过你们而不会造成任何结果。 你们继续体验快乐,爱,和平,和,邪,感恩,你们可以在光中体验到所有美妙的感觉。 现在,如果不是这样,你们就会开始愤怒,争,论,与暴力时刻联系,感到同情并重复你们所看到的。 你们把自己依附在这些能量上,而且,主要是,你们把自己依附在这个坏恶棍的能量上。 请放心,它是贪婪的,饥饿的,绝望的。 因此,任何它设法连接的思想都会造成严重破坏,因为它需要维持,扩大和加强已经建立的脆弱连结。 然后,你们就会被愤怒,绝望和不平衡所征服,以至于你们甚至不认识自己了。 然后,你们开始吸引各种各样的问题,因为这就是这种能量的作用。 不,我不会告诉你们你们永远无法与它分开,你们只需要意识到再次用光和爱充满你们的心,你们就能解放自己。 但我要告诉你们,这并不容易,因为它总是有一根细细的,几乎难以察觉的线,与你们相连。 因为它意识到你们可以被操纵,你们可以参与其中,这就是它要做的事。 它会开始以这样一种方式让你们参与其中,让你们越来越难摆脱它。 那么各位兄弟有什么办法解决呢? 它不是与它连接,只是让你们留在爱与光中,没有其他解决办法。 当然,我们明白,很多时候,外在环境比你们相信和想要的更强大。 所以,要聪明,当你们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陷阱,意识到自己被冲昏了头脑,意识到自己散发出不好的情绪时,请立即呼唤我们。 对我们任何人来说,我们将能够消除这种联系。 如果你们不采取任何行动,这种联系只会变得更加严重。 所以,学习吧,学习如何做人,了解你们要震动的内容。 当你们感觉事情失控时,请随时呼唤我们,我们将在那里,确保这些呼唤不会继续下去。 我想说,现在是反感的时候了。 是啊,为什么反感呢? 因为你们将不得不停止与很多人交谈。 你们必须避免时不时发生的那些可怕的小对话,变得不友善。 这就是现在,不想表现得友善而迷失,沉浸在恐惧和痛苦的恐惧之中。 不友善,你们不需要伤害任何人,只是变得不友善。 没有人愿意再跟你们说话了,难吗? 当然是,非常。 但接下来我问你们一个问题,你们更喜欢什么,对大众友善并成为这种负能量的目标,还是不友善并站在盛光一边? 现在已经不是聚集任何人的时候了,现在是保护自己的时候了,现在是安全的时候了。 你们没必要傲慢,你们没必要犯傻,你们不需要残忍。 不是这个,只是不友善,不要混合,不要卷入圈子,不要卷入完全不必要的事,要友善,要充满爱。 没有人会明白所有事,很多人会认为你们真的疯了,但你们将继续做你们自己。 只有你们会选择不再参加这些徒劳无功的会议,只为了友善,只是为了有朋友。 请记住,你们的旅程是一段孤独的旅程,如果你们找到一个能与你们产生共鸣的朋友,就坚持和他们在一起,事着永远在一起,因为你们会互相支持。 但我想说的是,要找到这些朋友很难,所以在这一点上,我想说你们不再有朋友了,你们有与你们共度时光的人,因为你们以前的那些朋友。 今天不再与你们产生同样的共鸣,你们必须放开他们,因为几乎不会改变,很遗憾,有些可能会让你们感到惊讶。 他们可能会出现在你们的旅程中,你们可能会说,哇,我不知道你们是站在盛光一边的,你们将会得到一个巨大的惊喜,因为会有很多人会让你们感到惊讶, 因为他们将完全披上飞光的斗篷。 首先倾听你们的内心,谁能真正成为朋友呢? 是的,这是一个自私的时刻,这是一个反感的时刻,因为你们做出了选择,进化,其他人也有和你们一样的机会。 因为他们为什么不选择,因为他们不想,因为他们还没准备好,不要迷失方向。 所以请永远记住,如果你们感到任何奇怪,消极的感觉,请立即呼唤我们。 不要试图确定它是什么,或它是怎样的,或它是什么时候,立即呼唤我们。 兄弟们,学会生活,因为从现在开始,事情只会变得更糟,能量将会变得越来越混乱,你们需要比地球其他地方震动得更高。 然后works也会变得更糟,能量 prince今将总的更糟. 明镜时已重置于 module IBRA100。 Either电影吗 ? Well, wichtig看, toolbar和脏 ged equipo.